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抗战中 总共20万黄埔生中 战死者高达19万多人 仅万人幸存 据国民党研究资料从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边 抗战期间 国军一共阵亡132万人 简单计算 阵亡的黄埔生战全部牺牲国军的约14.4% 吉美镇亡100名国军官兵 就有至少14人是黄埔生 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 创办者是孙中山先生 在军校大门前 码头边树立 有一座木制大牌坊 两边的对联是升官发财亲王他处 贪生为死勿入斯门 横批是革命者版 校本部是由两个四合院组成的岭南风格 祠堂是楼房建筑 从空中俯瞰成日自行 是军校就指的核心部分 占地总面积9444平方米 建筑面积10600平方米 原位清朝陆军小学堂校舍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时有400多人 由于经费短缺 教设和宿舍等 都是临时搭建的魁藤 当时的教学机构 包括总理 校长 党代表以及政治 教授 教练 管理 军区 军医等部 共40个部门 蒋介石担任校长 廖仲海为国民党党代表 李继深 邓远达魏教练部政 副主任 王柏林 叶剑营魏教授部政 副主任 戴继桃 周恩来先后担任过政治部主任 何英亲位总教官 王浦军校开学典体上 孙中山说 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 成立革命军 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王浦学生立一个志愿 不先烈的后臣 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人 牺牲一切权利 专心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像这个样子 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 由此 王浦军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革命的军事学校 从这所 学校一共走出有3053名将帅 包括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 抗战期间 黄浦军校在各地设立分校 培养军校学生 为抗战前线远远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补充前线兵力 黄浦军校毕业生 也包括在黄浦军校培训过 上过学 或者上过一段时间又退职的等等 合计20多万人里 他们为国家统一 民族独立 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做出了重大贡献 去抗战后的统计资料 黄浦生在战后幸存者仅一万一千多人 牺牲率高达95% 其中少将以上阵亡将领就达一百多人 龙桂泉 被誉为黄浦军校抗战牺牲第一人 1937年8月12日夜 南口战役中 国军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连下令 由第五百二十九团团长罗芳规 亲自率领第三营的第七 第九连 向南口镇镇地的日军坦克部队发起逆袭 第七连连长就是龙桂泉 他和战士们全身挂满手榴弹 毫不犹豫地冲向日 军坦克 在日军大炮和机关枪等疯狂轰炸 扫射下 活着的国军不顾一切地接近日军坦克 把手榴弹往坦克窗口里丢 把手枪伸进去打 以血肉和钢铁相搏 日军的多数坦克见势不妙 慌忙撤退了 但仍有六辆坦克逃跑不及 被国军炸毁 在激战当中 龙桂泉重烈牺牲 他毕业于黄浦七级武汉分校 湖南人 十年二十五岁 是抗战八年间牺牲的黄浦第一人 与龙桂泉同时冲向日军坦克的战友 第九年连长王有光 是湖北人 毕业于黄浦七七 在南口战役中他率过坚守阵地 身负重伤 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 遭受日军战机轰炸 壮烈殉职 龙桂泉所属的国军第八十九师 本在随远驻守 全师官兵一万四千多人 主要作战武器是步枪 轻重机枪 手榴弹等近战武器 因为大战在即 全体官兵在整训期间 精神振奋 在某次教育当中 第五百二十九团一名排长因成绩落后 当 几举枪自杀 可见气氛的严肃认真 在南口战役中 仅第八十九师就阵亡一千九百四十八名将士 众多的青年英雄的牺牲和付出 使得从八月七日至八月二十六日 日军始终未能攻克居庸关 多年后 师长王仲连仍自豪地写道 我军各部军有坚守任地决心 虽死伤枕见 血肉横飞 一时不放弃 此为南口战役之特点 堪力告慰国仁者 南口战役国军司令馆 是黄埔一期毕业的汤英伯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写道 他因为日夜操劳的结果 受得不成样子 两只眼睛深深的包裹 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 以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 整天和电话 地图接近 时时注意敌人一尺一寸的移动 这场战役 国军已伤亡三万三千多人 打死打伤鬼子兵一万五千多人 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 在日记当中趁 居庸官我军固守未退 坚守半月 足含敌胆 而宇成创 汤恩伯根 是汉市之名将也 其实 早在抗战爆发 前就有诸多黄埔生牺牲在前线 比如1932年128事变中 就有许多黄埔生殉旨 如第八十七师营长朱耀章 在葛龙镇战斗终身中期待 壮烈殉国 他在殉国前作了一首词 月欲浓 星欲喜 四周复枯雨而提 难而百战死 壮世十年归 人生长寿之百年 无需留恋 听其自然 为自由 争生存 库上汇兵抗强权 踏进河边草 撒遍英雄类 又何必弃短情长 凝碎头鲁 环瓦河河山 1933年初 日军进攻谷北口 参战国军中有三个师长承担了谷北口防务 他们全部毕业于黄埔一期 其第二师师长黄杰 第二十五师师长关林征 第八十三师师长刘坦 在激战中 关林征重担负伤 仍坚持指挥战斗 他的部下 毕业于黄埔三期 的第一百四十九团团长王润波阵亡 这次战役中 国军以伤亡一万六千多人的代价 坚守阵地一个多月 打死打 伤日军七千多人 在已经沦丧的东北 毕业于黄埔五期的赵上志 六期的赵一曼等人 在带领抗日武装和日军英勇作战中 先后壮烈牺牲 全面抗战爆发后 以黄埔升位之主的国军 更是担负起抗战重任 他们中的巨大多数都是从一线排长 甚至班长开始做起 从基层起步 经历过一刀一枪的冲锋线阵后 凡大难不死者 都能很快成为中高级指挥馆 少数优秀人才更是成为高级将帅 这批热血青年 堪称是当时国家的少壮派军官 主张对日作战 并且不怕牺牲 也有打击日后的决心和能力 而当时日军的师团长 普遍在五十岁左右 因此有人说 中日之战是一群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战争 这群青年人用自己的胆识 能力和牺牲 以及牺牲精神 抵挡并战胜了那群邪恶的老头子的进攻 松户会战中 参战的郭军主力的重要将领几乎都是黄土系 包括集团军总司令张志忠 杜 玉明 张陵甫 顾祝同 陈诚 罗卓英 胡宗南 王晋九 孙元良 宋西连 彭善 霍奎章 黄梅 李树森 李延年 李玉堂 陈沛 夏楚中 周磊 李铁军 李文 陶氏月 于济石 王耀武 贵永清 黄杰等高级将领如此 基层连排场也大都是黄埔军校 第七至十一期毕业不久的学生 前线官兵相互勉励 是死保卫祖国 其抗战意志之坚定 战斗士气之高昂 令人敬佩 胡宗南带领国军主力 第三十四级团军坚守阳行 与鬼子兵展开血战 他和将士们白天隐蔽 在竹林和村庄里 任敌机投弹扫射 一动不动 等到敌机离去 他和将士们则一跃而出 反击和打退之日军步兵的一次次冲锋 在死守阵地一周时间里 他除了下令进攻和反击 从不向上级抱怨和要求支援 接到撤退命令时 他才说 伤亡惨重 我准备明天也要把枪上火线顶替了 汪化林 黄埔军校毕业 第四十一团副团长 他在落电血战十多天后 又主动请应 亲率一个牌前进 到金家宅构筑新阵地 掩护全团抢修攻势 出发前 他表示 成功不敢预期 成人却有决心 不到日暮绝不生还 当天 在日军战机 剑炮等的狂轰滥炸下 他和全排壮士始终坚守阵地 打退了日军步兵的一次次冲锋 治黄昏 全部壮力牺牲 宝山宝卫战 同样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姚子清 率全英六百官兵死守阵地 全部壮力殉国 举国承送 这场会战后期 率军担任掩护任务的是国军第五百二十四团团长谢进元 他毕业于黄埔一期 1937年10月26日 他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四周夜 有效地牵制日军 掩护中国七十万主力部队撤退 此战中 阵亡的团长以上黄埔系将领 还有第八十八师旅长黄梅兴 第六十七师旅长蔡炳炎 第九十师旅长关惠民 第五十八师旅长吴己光 以及秦林 庞汉珍等 还有第十八师旅长 汪化霖 陆景荣 李远新 韩英斌 蒋vic 第一军的杨杰 李酥梅 第九师的窦长兴 水靖总传的邱志介等 接下来的南京会战中,黄浦系的国军第八十七师旅长义安华,第八十八师旅长周施,高志松,团长韩献远,第156师参谋长姚东英,教导总队的团长李昌龄,谢成瑞等人,军先后阵亡沙场。 此战中,牺牲的黄浦升基层军官更是数不胜数,萧山令,是死捍卫南京与中山林,同在有人做过统计,1936年第十七黄浦同学毕业后分派到部队,经淞沪抗战和南京会战后,仅仅数月里已伤亡过百。 另一份统计表示,1937年9月,黄浦军校昆明分校第十一期同学,被分配到第五十八军的有117人,经过1938年长沙三次会战,阵亡同学达六十余人,战斗之激烈,悲壮,由此可见一斑,同一时期,在北方进行的新口战役中, 毕业于黄浦四期的林彪取得了平行官大级,消灭日军约一千人,在整场战役中,国军在黄浦系的高级将领如魏立皇,炳墨安,彭杰罗,刘勘,陈铁和李仙州等人,以及其他国军部队指挥下,激战二十多天,打死打伤鬼子兵一万多人,徐州会战,参战了黄浦升将的有政动国, 李延年,李玉堂,董昭,周世面,李仙州,罗奇,王文彦,黄杰,贵永清,王耀武,冯胜等,其中的二十多各军师级指挥官和骨干都来源于黄浦系, 这次会战,也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在此后的几乎所有中日大会战中,黄浦将领都承担起主要责任,同时也是牺牲和付出最多的。 武汉失线后,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一次南越会议,宣布中国抗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明确将三分之一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站, 黄浦升李莫安由此在静南多次发动对日军车战,运输队的扰习,与敌已重创, 由十四军军长,升任三十三军团的军团长,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战彩。 二战中,中国军队声名远良的一次战役,莫过于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 在这次中国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战争里,国军统帅杜玉明是黄浦一期出身。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首次进入缅甸,入缅作战的第一战是同古战役。 中国指挥官,国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兰同样是黄浦军校毕业的,战役后期,戴安兰壮丽殉活,年仅三十八岁, 牺牲前,他的遗言是,现在孤军奋战,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就在一天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左权,黄浦一期毕业,他和徐向前,陈庚是同学。 十三年后,徐向前,陈庚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之嫌,衡阳保卫战中,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决是黄浦三期毕业, 他带领衡阳守军一万七千六百多人坚守四十七天,最终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 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终日最后一次大会战,湘系会战中,总指挥是黄浦毕业的王耀武,参战的国军将领基本出身于黄浦系,包括施中成、李天霞、韩逊、李玉航、穆廷方、丁之盘、王敬九、福连、侯敬如、张灵福等,这次会战彻底打掉了鬼子兵的自信。 此后直到抗战结束,日后再也不敢发动大型会战,除了正面战场,负责敌后战线、情报工作、反谍工作和暗杀任务等工作的,是军统局。 而军统局的负责人战利,毕业于黄浦六七,战利的两个助手,毛仁凤和徐仁局,分别毕业于黄浦四七和七七,早在1937年初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战利就很坚定地说, 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员老吴智辉问,我们武器和经济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 他回答,挨兵毕上,朱尺宝了等人家过年,适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抗战中,军统局的牺牲者达到一万八十,零零人以上,占全部注册人员的三分之一,而没有注册,又牺牲的附属人员,人数则更多。 抗战期间,二十万黄浦将士与日军英勇作战,谱写出许多惊天动地,弃鬼神的悲壮诗篇,他们为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在十次,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和牺牲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们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毫无疑问,黄浦军孝称识着中国的抗战,196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二十周年之际,日军退役中将齐田,在东京发表文章说, 中日之战,日军之败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二十余晚,受过黄浦教育之军官的英勇乃国力量,未有足够的估价,这番话,是有客观事实做根据的。 相反,如果没有黄浦军校所培养的这些军事人才,如果没有黄浦系将士在一个个战场上的奋勇杀敌,浴血奋战,中国的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纪念抗战,离不开纪念黄浦军校,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